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来看由霍子墨所写的三射三世枕上书同人作品《东凤续席》,《三射三世十里珠连》,《暗射六》。 凤九与帝君严九起回廊,蜿蜒前行,来到一处景致不错的房间,宫内城市与佳楼房间大致相同,两面间是雕花长窗,中间一道长长的落地屏风,绘着浮云出秀,圈里烟波浩鸟的景致,室内千尘不染,倒不像是久未有人居住过的。 冲完夜色渐浓,老月当空,有清风夹杂着花香轻轻入窗,冲下凤九早已摆出了几样精致的小菜,所有的材料都是就地取材的,这里有很多稀有珍贵的品种,比如寒石草,只有在极北苦寒之地才能生长,可是碧海苍林有,又比如暗夜花,只在黑夜生长,这一点阳光极枯萎,可是碧海苍林也有。 凤九觉得,碧海苍林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可以包容万象万物,就像他自己,虽然第一次来这里,却没有任何的陌生与不安,仿佛自己原本就是这碧海苍林的一部分,帝君的习惯每晚都要读一会经书,凤九双手拖着腮,不声不响地看着不远处暗街旁,帝君沉静地侧影,他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以至于未曾察觉,自己微微上扬的唇角, 或许这就是相守的意义吧,岁月静好,心生欢喜,明月穿畅,夜凉如水,一眨眼已是紫月时分,帝君仿佛有些累了,他将金书放在暗机之上,双手轻轻揉了揉太阳穴,凤九忙起身到他的背后,双手俯上了他的太阳穴,他的手柔软细腻,按摩的力道又刚刚好,帝君微闭双目,享受着这难得的美好时光,凤九其实一直有问题旁横在心里, 白天他隐约听到家路上神说到苍灵洞,他直觉这苍灵洞一定和他们此行有关,方才帝君一直在读经,他不便问,现在终于忍不住了 东华,苍灵洞是什么地方?听到凤九主动问起,帝君缓缓睁开眼睛,是时候告诉他了,他抬手扶住凤九的手,顺势将他拉至身边坐下,解释道 碧海苍灵是这四海八荒六合之中,天地日月精华最为灵盛的地方,它有两部分组成,一处是我们来时所途径的碧海,还有一处便是这苍灵洞 哦,凤九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帝君接着道,苍灵洞不但灵气最盛,而且他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可以储藏失去肉身的元神,这也是碧海苍灵最大的秘密 可是这样一块重灵玉袖的宝地,为何人气喊致?凤九当出了自己的疑问,帝君笑了笑 那是因为,我已将入口隐藏,这世间除了远古的几位上神,没有人知道这里 凤九想到来时,经过那一片浓浓的迷雾,想必那便是帝君所适的仙帐了 东华,凤九迟一临下,还是问出了口,你带我来碧海苍灵,应该不是单纯地回老家看一看吧 当然不是,帝君眼中闪耀着隐隐的笑意,他抬手扶了扶凤九的脸颊,继续道 我们此行的目的,便是这苍灵洞中的天麦石 天麦石?帝君点了点头 天麦石是孕育我生长的神石,它一直保存在苍灵洞 这几日我一直在想,或许这天麦石可以改变三生石上的命数 真的?凤九兴奋地瞪大了眼睛,它真的可以改变三生石? 我不确定,但总要去试一试 那一晚,凤九被帝君拥着,睡得特别踏实 他终日飘摇不定的心,终于有了归处 尽管节骨未卜,但至少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第二天一早,凤九便被几声隐约的机体唤醒 天光出透,他看了看身旁的帝君睡得正沉 他的银发随意散落下来,像一匹发光的颈缎 长而浓密的睫毛微微吸动着 无论什么时候,他都这样好看,只是他的眉头微微醋着 这些日子,他表面上看起来一淡风轻 内心却无一刻不再思考三生石之事 哪怕此刻,隔着深深的睡眠 凤九还是感受到了他深沉的思虑 想到这些,凤九心里泛起一阵酸涩 他俯下身子,嘴唇轻轻地贴了贴他的唇 喃喃道 东华,我一定会让你很幸福的 清纯的碧海苍林又是另外一番紧致 急目远眺,太阳缓缓升起 顷刻间金光万道 上游翠鸟云集,婉转提名 四周群山倒映水中,云雾缭绕,如梦似幻 凤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碧海苍林果然灵气旺盛 单单早晨走着一遭,便以觉神经气爽,修为渐进 他这样兜兜转转来到一片紫色的花丛 大大的花朵开得正绚烂,沐浴在晨光中 一路漫开,似一重又一重紫色的烟霞 微风过一处,散发着醉人的清香 凤九从未见过这种花 他不禁用手去摸 花瓣细腻柔软,触感极好 突然他指尖一针刺筒 仿佛有无数细小的针刺穿了手指 他啊的一声,撑回了手 不要随便碰它 这些花虽漂亮,但不属于你 顺着声音望去 凤九看到了隐在花丛中的珈乐 他依旧一身紫衣 远远望去,仿佛与着紫色的花海融为了一体 珈乐从花间缓缓走出 不要担心,他没有毒 过上一时半刻,自然就好了 对不起珈乐伤身 凤九不是故意要碰你的花的 凤九扶了扶肿胀的手指 稍微顿了顿 随便虚空地指了一处 我去那边转转 说着想转身离开 凤九 珈乐叫住他 我有话与你说 凤九只好随他来到了花丛尽头 一处六角凉蹄之中 两人在碧玉凳上坐定 珈乐道 你看,这是碧海苍林景致最好的地方 凤九微微笑了笑 碧海苍林的美我已经欣赏到了 珈乐上神,你有什么话还是直说吧 珈乐仿佛没有听到凤九的话 他的目光停留在凤九的脸上 许久才看到 果然,美得不可放物 怪不得东华对你这样死心塌地 我和东华,我们是共患过难的 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 珈乐笑了笑 是吗?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算起来,也有几万年了 几万年虽然不长,可也不算短了 你知道这次他要去做什么吗? 凤九点点头 他昨日与我讲了 他要去苍林斗拿天麦石 珈乐盯着凤九,看到他笔定的神色 突然冷笑道 看来他没有全部告诉你 接着又仿佛自言自语般 喃喃道 是啊,他那么爱你 怎么可能会全部告诉你 珈乐细弱凝脂的脸上有些微微泛红 他应该不会告诉你 去苍林洞取天麦石是一件都危险的事吧 凤九摇里摇头 他的确没说,但我相信他 如今这次海拔荒之中,九天之上壁落之下,没有他的对手 珈乐点点头 东华他,的确很厉害 但是,他画风一转 他法力再高深,也敌不过宿命 凤九目不转睛地盯着珈乐 你是什么意思? 珈乐将掉落在桌上的几朵紫色花瓣拾起 羊手撒在了田外的土地上,缓缓道 这块天麦石天生具有神力 他既能毁天灭地,也能拯救苍生 所以当年,东华便将这块神石藏于苍林洞中 并且许下承诺 只有当四海拔荒再次发生天灾之时 才可以重新启用 因为太过重要 所以东华便将自己的影子留在了苍林洞内 来守护这块天麦石 东华的影子? 凤九轻轻重复着,珈乐苦笑 是啊,她的影子在这儿 否则我又为何会在这碧海苍林苦舍这么多年 凤九道 女院在这里守着她的影子 也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珈乐的眼圈有些微微泛红 昔日,东华对所有爱慕她的女人 都是一副冷冷的,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 那十四海拔荒遮扎不断 她凭借一己之力复守乾坤 她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守护神 她太高傲,也太强大 强大到我以为她根本不需要七情六欲 凤九摇摇头 你不懂她 东华她其实,很孤独 珈乐眼角似乎擒着一些微微的泪光 脸上却突兀地笑了一下 我想,可能我不是她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吧 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一场空 这十几万年,我在这碧海苍林守着 也领悟到了一些道理 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拥有她 只要她开心平安,就足够了 凤九心头一震 她太明白这种感受 昔日,她以为与东华在无缘分时 也曾这样宽慰过自己 但是有什么用呢? 她心里梦里全都是她 每一天都过得度日如年 可是这样的日子,珈乐竟过了十几万年 凤九的喉咙有些发紧 她想说些什么安慰她 但是此刻,好像说些什么 都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和矫情 她只是轻轻握了握珈乐的手 她的手有些凉 珈乐目光略过凤九 定格在她身后的海天深处 继续道 东华的这部分关于天麦石的际遇 也被封印了起来 我猜想,可能是她在收服乾坤鼎的时候 封印被解开了 所以她才会想来到碧海苍蝇取天麦石 既然是东华的影子在守护天麦石 我想他们一定不会互相为难的 凤九有些盲目的乐观 珈乐凝神看着凤九,淡淡道 你错了 影子唯一的职责就是守护天麦石 除非天结将至 除此之外谁都不行 东华她自己也不行 这是当初她与伤仓作的约定 像三生使一样 强行匿急是要遭天谴的 东华伤自己的影子一分 自己也会伤一分 他们是没有办法打败彼此的 虽然我不清楚她要怎么解决这件事 但可以想象一定不会那么简单 凤九,我告诉你这些 只是不希望她受到任何伤害 你明白吗 凤九默默垂下头 低声道 她并无与我说这么多 凤九不记得走了几条路 转过了几道弯 碧海苍脸的景色依旧那么美 可是她再也没有心情去看了 珈乐的话 字字句句吟亮在脑海 会糟天谴 会糟天谴 没有人比她更懂这句话的分量 一个三生时 已然令地君心里焦脆 万万不能再加上一个了 接近珈乐的小院 凤九打老眼就看到了地君 烈焰当空 视出万道金光 她依旧一袭紫衣 站在微风萨萨的高处 平来远跳 凤九跑过去 从背后抱住了她 轻轻地叫一声 东华 地君抬手辅在了凤九的手上 观其道 怎么了 凤九将礼贴在地君的背上 感受她身上微微传递过来热度 抽起了半嗓才道 地君对凤九的一片深情 凤九感恩于心 但是我不想你冒险 所以 她顿了顿 你不要去拿天板石了 我可以回青秋 地君微微皱了皱眉 她转过身 将凤九拥在怀中 可是珈乐与你说了什么 凤九哽咽道 东华 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不要为了我再去冒险了 不是为你 而是为我 地君轻叹了一口气 抬手轻抚着凤九的头发 和缓道 唉 是我吃惯了你做的桂花糕 是我想与你要一个孩子 叫我爹叫你娘 是我 想每晚抱着你入睡 我不敢想象没有你的一生 所以再危险 我也要试一试 怀中的凤九早已泪流满面 能得地君如此深情相待 怕是死一万次 也由不掩毁的 她紧紧抱着地君 东华 我们同生共死 永远不要分开 傻瓜 我们都不会死 这一集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有堂客 我是雪梨 拜拜 大雪梨 大雪梨 是 大雪梨